我们昨天学的实际上是开始的什么呢 相当于前端的第二门语言 是吧 我们前端只要有三门语言 一个是HTML 一个是CSS 还有一个是Jarosquake 是吧 那么HTML 实际上是不算编程语言 是吧 不算编程语 那么它只要也是编程语言 它没什么逻辑 是吧 没什么逻辑 我们昨天开始的是第二门编程语言 就是CSS 是吧 那么CSS的话 它实际上是前端的第二块 是吧 CSS主要负责什么呢 我们前端三大块 一个是什么HTML 负责这个页面上 有些什么东西 是吧 CSS的话 负责这个页面上的展示的东西呢 它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展示 是吧 负责它的什么呢 就是 大小 颜色 是吧 位置 是吧 然后是 样式还可以做动画 包括后面会讲到的动画 是吧 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显示出来 是这样的 那么CSS的话 是吧 在这个HTML是先出来的 CSS是后出来的 是不是啊 那么CSS出现的话 是为了把HTML里面的 关于这个内容的一些样式把它什么呢 分开来写 是不是这样的啊 HTML是负责内容 那么CSS就负责这个表现把它分开来写 我们的CSS本身是怎么样 它是也是 另外一种文件 是吧 那么它的扩展名是CSS 是吧 那么是另外一种文件啊 那么这要分开的话是怎么样呢 就做到了什么呢 一个是方便我们编程吧 另外一个是什么 让这两种语言写得更加的简洁 是吧 各复 各复其轴 是这样的啊 好 CSS我们昨天就是 CSS学CSS主要是学什么呢 属性和值吧 是吧 一个属性对一个值 是不是这样的啊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逻辑 是吧 你记得这个属性的话就会设置 不记得的话就不会设置 是这样的啊 那么的话 CSS里面 首先是我们说的是CSS怎么引入的页面上 是吧 它是另外一种文件嘛 是吧 那么它如何引入到HTML里面呢 是吧 那么的话 不是HTML引到CSS里面啊 是CSS引到HTML里面 是吧 切成HTML HTML里面 那么总共有三种方法 一种是什么呢 我们外部有个CSS文件 是不是这样的 通过link标签把它引进来 这样的话 它们两个产生的关联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还有两种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在HTML里面 直接写CSS 是吧 这相当于是CSS和HTML 合在一块了 最终存的一个文件还是HTML 是不是这样的 相当于是CSS是什么 就是直接插入到HTML里面的代码里面来了 是不是这样的 这是后面两种方式 一种是嵌入式 是吧 嵌入式的话用这么时代标签来嵌入 然后内联式的话 是直接在标签里面写样式 是吧 直接在标签里面写样式 用的是标签里面的时代处性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三种方式嵌入进来之后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写实际上 是和我们的什么呢 页面上的什么 这个HTML进行关联 是不是这样的 写它的样式 那么接着我们说到一堆 使用频率最高的 关于文本的设置的一些样式 是吧 那么这些样式的话 实际上是什么呢 需要大家什么呢 把它什么 记一下 是吧 相当于是 这是拼大家单词量了 是吧 单词记得多的话 可能就记得快一点 那么这些属性的话 是使用频率很高 所以说 大家后面会反复使用了 是吧 会反复加强它的 使用的方法的 这个实践 反复加强这个实践 就关于这个文本设置的 一些样式 文本设置的一些样式 好 那么接着我们说到的是 关于这个颜色表示法 三种 是吧 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颜色的什么 名称的表示法 是吧 那么名称表示法的话 你需要记得这个名称 需要记得这个单词 才行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还有两种的话 实际上是 它们是类似的 一种是什么呢 用这个实进制的 是吧 RGB这种方式 是吧 这个里面是实进制的 是吧 比如说是我们把颜色 是三元色定理 是吧 那么的话 每一种颜色是 0到25级的 是吧 那么总共有256的 三次方种颜色 是吧 我们通过RGB 这种表示方法 是吧 那么这个后面是写 RGB的三种颜色数值 那么颜色数值的话 接着第三种方法 是什么呢 把颜色数值 转化成什么 十六进制的表示法 是吧 十六进制表示法 那么就是 实际上它的原理 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 这个表示数值的方式 不一样 那么的话 第三种方式 是比较常用的 是吧 后面我们会经常用到 这第三种方式 那么记得要加个锦号 是吧 这是关于颜色的 表示方法 好 接着的话 我们说到的是 我们的样式 既然要跟什么呢 我们的页面上的HTML 进行关联 这个就牵涉到什么 选择器吧 是吧 如何匹配啊 你写了一个样式 你的样式是真的谁的 是这样的 那么就要匹配吧 匹配的话 就要用到什么 选择器吧 那么选择器的话 怎么样呢 总共有 大概有这什么 大概有这什么 六种选择器 是吧 我们的话 这是后面 还有4S3的一些选择器 后面会说到啊 那么这六种选择器的话 我们后面会 什么 用的比较多的 可能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类选择器啊 类选择器 以及什么呢 层级选择器 是吧 这两种 是用的比较多的啊 那么的话 还有这个 主选择器 也会用一些啊 其他选择器 想起来的时候 用的比较少 比如说这个标签选择器 标签选择器的话 是什么 直接写这个标签嘛 记得写标签的时候 不能写间括号啊 比如说这个DIV 前面不能写 写后不能写间括号 记得是吧 那么的话 这个标签选择器一般 我们很少这样 单独使用 我们一般是配合什么呢 配合这个 层级选择器一起用 是吧 我们要得 限定一个范围吧 你如果直接写的话 什么 会影响 页面上所有的标签 是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 层级选择器 来限定一个范围 某一个范围里面的 什么呢 实判标签吧 是吧 比如说某一个范围里面的 实判标签 那么就限定一个范围 一般这么用 是吧 那么还有 比如说这个 类选择器是用了比较多的一种选择器 后面会反复用的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这个ID选择器的话 怎么样呢 我们是什么 知道有这么个选择器 但是我们用的话 基本上不用 平时开发的时候 基本上不用 ID的话 一般给到程序来用 比如说这个DIV ID等于这个box 一般给到程序来用 给谁用呢 给JavaScript用 给JavaScript用 我们一般什么呢 如果要写样式的话 一般用类来定义样式 用类来定义样式 当然是大家要知道 有这么个选择器 是吧 好 这个大概是关于选择器的 这个一些知识 我们后面会反复的加强这些东西 包括选择器 以及前面的 那个文本的一些样式 好 接着我们说到了 是关于这个核子模型 是吧 那么为什么要学这个核子模型呢 实际上我们是为了学另外一种布局的方式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另外一种布局的方式的话 核子模型是一个基础 是吧 核子模型是一个基础 我们呢 另外的布局方式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 叫DIV加4SS 是吧 实际上这种说法的话怎么样呢 它是不规范的 是吧 我们不仅有DIV吧 还有什么H标签 UL标签 是不是这样的 但是这种说法 不规范的说法 还是延续下来了 那么规范的说法叫HTML加4SS布局 那么这种布局的话 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就是 除了要学这个核子模型之外 是吧 核子模型是基础 然后还要学这些东西 是吧 学这些东西之后 然后我们才可以怎么样呢 做这个布局的一些 做一些什么呢 DIV加4SS布局 那么这种布局的话 还是什么呢 就是比传统布局 比传统的这个Table布局怎么样 要复杂很多 应该是要复杂很多 所以说我们的话 就是需要学这么多东西才行 好 那么核子模型这个东西啊 核子模型这个呢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标签 标签的话 那么在这里来说 标签也会叫做元素 那么后面的话 我们把标签也会叫做核子 那么后面讲过的时候 说了三种东西 实际上是一种东西 我可以说标签 也可以说元素 也可以说核子 为什么叫核子呢 因为标签在页面上渲染成的 就是类似于一个方块 我们也可以叫它核子 就标签它显示在页面上 它会显示成一个方块的形状 明白没有 所以说我们叫它核子 那么核子的话怎么样呢 它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平面来 来去想的话 那么一个方块里面有内容 是吧 里面有内容 然后的话 方块的话 它一般都有边框 是吧 那么有的没有边框 如果有边框的话 那么内容和边框之间有什么 类前充 是吧 我们叫它padding 边框的话 我们叫它border 是吧 那么这个整个方块 距离外边的 比如说距离浏览器的边缘 或者是距离另外一个核子 它们之间是不是有距离啊 这个距离叫marking 是吧 外边距 那么分别每一个都是什么 四个方向的吧 是吧 border是不是四个方向的 padding也是四个方向 marking也是四个方向的 这样子的 因为它是一个盒子嘛 是一个方块嘛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肯定就是四个边吧 四个边就是四个方向 那么这是关于 那么为什么要用盒子来 做这个比喻呢 实际上就是为了方便 我们怎么样呢 去做布局吧 是吧 我们把它形象在小成一个方块 然后怎么把它摆上去 是吧 那么这样方便我们做布局啊 那么的话 这个盒子模型 实际上讲的就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一些新的样式属性 是吧 那么有哪些样式属性呢 比如说有宽度和高度 是吧 那么一个方块肯定有宽度和高度吧 那么的话 接着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方块的什么 边框 是不是这样的 边框 边框完了之后 接着是有什么呢 有这个边框距离里面的内容 里面内容距离边框之间 有一个什么 类填充 叫padding 是不是这样的 padding 那么的话 padding 那么的话这个整体的盒子距离外面的话还有什么呢 外边距叫什么呢 marking 是不是这样的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形象 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感觉 好 那么盒子 盒子模型的话 那么我们昨天就是也讲到了什么呢 就是一个例子 是吧 这样一个例子 这样一个例子的话 在他做的时候的话 就是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不太舒服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定义了什么 这里定义了这个宽和高 是不是这样的 它不是盒子真实的宽和高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例子中怎么样 就是说要严格的控制它的宽和高的话怎么样 还要不停的算吧 是不是这样的 不停的算 这是它里面比较绕的一个地方 是不是这样的 也是什么呢 也是它们里面的什么 技术含量的地方 是不是这样的 有技术含量的地方 如果说很简单的话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盒子 就可以会做出来 是吧 那么一般人都会学会了 是吧 没那么 没那么 没那么简单 是吧 那么这个宽和高的话是怎么样呢 它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什么 内容的宽和高 是不是这样的 内容的宽和高 好 那么的话 大概的话 这次是昨天我们说的 关于这个盒子的一些东西 盒子的一些东西 接着的话 我们昨天又大概的说了一下 什么呢 关于这个盒子的真实尺寸的 一个计算方法 是不是这样的 盒子真实尺寸计算方法的话 那么这里举了一个 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 是吧 很形象的例子 好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我们再来做一下 那么的话 我这里来新建一个 001 然后是盒子的真实尺寸 是吧 真实尺寸 点html 是吧 存一下 好 存一下之后 我们来 然后的话 再来把它删掉 然后新建一个H5的文档 是吧 然后这个是盒子的真实尺寸 好 那么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拿一个什么 给它用一个类 比如说一个BOX的类的一个DIV 是吧 那么我会怎么写呢 点BOX吧 然后按一个Tab键 是吧 这是不是创建了一个类似class 类等于BOX的一个DIV 是吧 那么只有DIV可以这么写啊 你说我想做一个类似什么呢 BOX的什么H1 可不可以啊 好 这样还不行 还是BOX吧 还是DIV吧 如果说你想做一个 比如说H1 是吧 一个类名是H1的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类似Title的 比如说MyTitle MyTitle的一个H1 那么这么写 是吧 这是H1标签吧 然后它是 它的类名是MyTitle 这么写才可以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样写啊 那么只有DIV 享有这个特权啊 DIV的话 直接写类名就行了啊 其他的标签的话 先写一个标签名 然后再点一个什么 那么这么写 好吧 这是关于这个 后面会法会用的 用这种技巧的 好 那么的话 这是一个DIV是吧 假如说这个盒子 是什么01吧 好 我再来两个吧 再来两个啊 好 这个是02啊 02 然后这个是03啊 03的话 那么这三个盒子 是吧 我来给它样式 是吧 给它样式啊 好 给它样式的时候 假如说这三个盒子 怎么样 如果有公共的样式的话 我们就怎么样 可以用那个 主选择去吧 比如说这三个盒子 它们有公共的这个 公共的这个样式啊 公共的样式的话 是什么呢 它们里面的背景色 都是什么 都是这个 金色是吧 然后的话 这个初始的这个宽和高 都是一样的 是吧 好 那么我们可以用主选择去啊 比如说点BOX01 是不是啊 好 逗号 点BOX02 是吧 好 逗号 点BOX03 是吧 这是主选择下 好 那么它们的宽啊 宽的话是 宽都是50 是吧 宽50 PX4啊 好 高式也是50PX4 是这样的 好 然后背景色的话 是什么呢 go的吧 好 这样的啊 好 这样的三个盒子 是吧 然后给它编个号 比如说这个是一 啊 这个是二 这个是三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这个DIV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个DIV默认是 没有什么样式 没有什么兼具的样式的 所以说 我们如果这么看的话 它怎么样 它们三个是连在一块的吧 看一下是吧 连在一块的啊 那么为了把它们区分开的话 我们怎么样 我们来个换行吧 是吧 先来个换行啊 把它区分开啊 好 把它区分一下 好 那么这三个盒子是吧 三个盒子啊 默认的话 我们都是50乘50 是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 它们的大小是一样的 是吧 好 接着的话 我们就做一些什么呢 比较极端的一点的设置 就是说我们把边框设得很大 是吧 或者把Panning设得很大啊 比如说 这第二个盒子的话 第二个盒子是吧 那么我就单独设第二个盒子 是不是这样的啊 第二盒子 我把它设置一个什么呢 四周有什么 50宽的一个边框 是不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这个 Border是吧 同时设置四周的边框 是什么事啊 就是直接写Border吧 是吧 Border讲说是 50PX 然后是实线 是不是这样的啊 实线是什么 Solid吧 Solid啊 然后是警号000 这个是不是黑色啊 是吧 黑色啊 黑色的话呢 再来看一下 这是第二个盒子 它变成什么样了 是吧 第二个盒子 瞬间的什么 变大了吧 来看一下啊 我刷新一下 是不是瞬间变大了 是吧 那么变大的 大家大概估一下 这个大概是什么 这个宽度的三倍吧 看到没有 是不是一倍啊 两倍三倍 这宽度大概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150了吧 高度也变成了150 是不是这样的啊 高度也变成了150 好 那么这个很形象的说明什么 这个边框的宽是夹在这个盒子上面去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盒子 是吧 第三个盒子啊 Border是03 03的话 那么我 除了给它一个什么呢 好 那我再偷一下揽吧 这里再来一个主选的计划位呀 好 逗号 点Border是03 是不是可以啊 是 好 那么这个时候 Border是02和Border是03 是不是怎么样 是不是一样的 是吧 好 那么接着我再写Border是03的一个什么呢 它的特别的地方 是吧 它独立的地方 跟其他地方不同的地方 我拿出来单独写 是不是这样的 单独写吧 好 那么它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它有50的padding 是不是这样的 好 padding 50px 好 我直接写这个padding50px之后怎么样呢 它四周的padding值都是50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这样写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03会变成什么样 是吧 好 再来刷新一下 是不是整体又变大很多啊 相当于是这一圈怎么样呢 这一圈又加了50的这个padding值 是吧 那么整体盒子就变成这么大了 所以说通过这个例子的话 我们怎么样 就可以知道核子的尺寸啊 核子的尺寸实际上是什么 怎么啊 这是第三个核子啊 第三个核子的话 那么它的什么呢 它的这个尺寸啊 它的尺寸的话 那么就可以什么呢 通过这个推导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 推导出来啊 推导出来啊 那么核子真是尺寸的话 我们的啊 推导出来啊 这个核子真是尺寸啊 比如说这个核子真是尺寸啊 好 核子真是尺寸的话 那么就是啊 核子 核子的真实啊 真实尺寸啊 尺寸啊 核真是尺寸的话 比如说这个核子的宽度是吧 宽度的话就等于什么呢 就是等于什么 核子的这个外尺吧 啊 外尺 是吧 这个外尺啊 外尺的话就是我们设的这个外尺吧 好 外尺然后什么 加上什么呢 加上这个什么呢 左右的什么呢 border吧 左右 border 的宽度吧 是不是这样的 有人说你说应该是border乘以2 不对吧 是吧 如果说border 左右的border不一样的话 这个就不能乘二了吧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正好是说左右的border的宽度啊 然后再加上什么呢 左右的padding 左右的padding值吧 是不是这样的 啊 好 核子的高度啊 高度的话你们就等于什么呢 height吧 是吧 height啊 好 heght啊 加上什么 上下是吧 上下 border border的宽度啊 然后再加上上下 padding值吧 padding值啊 好 那么这个就是盒子的真字尺寸的计算方法啊 实际上也不麻烦吧 是吧 应该不是麻烦 实际上不难是吧 那么肯定是有点麻烦 肯定是麻烦的是吧 那么这样有时候不停的 要不停的算吧 是吧 特别是在给 同时给怎么border 又给padding的时候 我就要不停的算 保证它的尺寸不变 是不是这样的 啊 这样子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盒子的真字尺寸的这个例子啊 好 那么这个接下来的话 我们又说到的是关于这个 呃 有一个例子是吧 啊 那么这个例子大家做了没有啊 做了吧 啊 好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 我们也来做一下啊 这个例子也来做一下啊 这个例子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 也是应用了盒子模型的一些原理 是吧 盒子模型的一些原理的话 那么 主要是这个文字是吧 这个文字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怎么样把它摆到这个位置上面 是吧 其他地方应该比较好做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的话 来做一下啊 好 里面这个是 标题 这是一个标题吧 标题 好 把它保存一下啊 保存一下之后 然后这个是 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标题的话啊 这是一个新闻标题是吧 新闻列表的一个标题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如果是标题的话啊 建议大家怎么样呢 那么我们一般是什么呢 用H标签来做啊 建议大家用H标签是吧 所以说你说DRV加塞是就不对了吧 我们要用H标签来做 是吧 好 如果是用H标签来做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样呢 一般的这个 我们一般的这个新闻标题啊 一般的可以用什么呢 这个用H标签来做啊 为什么要用H标签呢 那么我们大概的理解一个文档的这个结构的话 一般什么呢 我们可以理解什么呢 页面的什么呢 logo相当于是第一级标题啊 logo相当于第一级标题 然后页面的什么菜单相当于是第二级标题啊 菜单下面的比如说再拿一个模块 然后它有一个标题是吧 那么这个标题相当于是第三级标题啊 好 这个的话我们后面还会说到的啊 我们可以先用H3来做是吧 比如说这个是H3啊 H3的话比如说这个 然后它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类名我们可以定义什么 news title 可不可以呀 news title啊 好 那么我可以这么写 TI TLE啊 好 那么我写了一个下横杠 是吧 那么这种类名的命名什么 风格的话怎么样呢 个人有个人的风格啊 个人有个人的风格 那么我就喜欢什么 写下横杠啊 有人喜欢写中横杠啊 这个看个人的这个风格吧 没有什么 就是说哪个标准的啊 这个是没有一个标准的啊 比如说我喜欢写下横杠 就是news title 是吧 好 这里tab 是不是一个H3的 这样一个做出来的 是吧 然后里面这个里面是什么呢 这是新闻列表 是吧 四个字吧 好 新闻列表啊 新闻列表 四个字吧 是吧 好 新闻列表是四个字啊 好 接着的话我们来写它的样式 是吧 写它的样式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知道这个H3本身怎么样 它自己有自己的样式吧 是吧 H3本身有自己的样式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要是什么 我们要写样式把它覆盖掉 是不是这样的 覆盖掉啊 好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H3和drv一样 它也是一个什么呢 盒子的方式来显示啊 一个盒子的方式来显示 所以说我们怎么写呢 点六指 title吧 title是吧 好 那么它也是以一个方块的形式显示 我们先设它的什么呢 先设它的宽和高吧 宽高啊 先设一下啊 看一下啊 宽度的话 那么是整体的什么呢 四百吧 宽度是不是四百啊 宽度四百啊 高度的话是什么呢 这个写的五十四是 是表示所有的高度是五十四吧 所有高度是五十四啊 那么的话 这个高度上面有一像素的这个冰框 下面有三像素的冰框 我们这个高度实际上算一下 实际上就是五十吧 height就是五十是吧 然后再加上上下的冰框就刚好是五十四吧 是吧 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写宽度是什么 宽度是四百吧 四百px啊 好 高度的话就是什么呢 这个五十px是这样的 好 那么这个宽高写好了是吧 接着我们再来写 那么它这个怎么样 它有什么上边框和下边框吧 左边右边没有边框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只能分开写吧 不能写border吧 我们分开写怎么写啊 border top吧 然后再写border button 是不是这样的啊 分开写啊 分开写的话 你直接写border的话 是直接设置四个边的边框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我叫分开写啊 border什么呢 top吧 border top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像素实现 然后是这个是红色 是吧 那么它实际上是警号FF0000 那么可以简写成警号F00 这样子的啊 好 比如说这个是 一像素是吧 一像素吧 一像素 然后是solid 然后是怎么样 这个是F00 是不是这样的啊 实际上它是这样写的啊 F0000 实际上是这么写 是吧 那么这么写的这种写法的话 一般可以简写啊 比如说它这两个都一样的话 那么每一个只只用写一个就行了 是吧 F两个F的话写一个F 两个0的话写一个0 这后面也是两个0的话 写一个0就行了啊 好 那么这是顶部的边框吧 是吧 好 顶部边框做法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我来刷新一下 这个顶部边框是不是有了 是吧 好 接着再来看底部边框啊 底部边框的话是border bottom吧 是吧 border bottom是三个像素吧 然后是实现 然后在什么颜色呢 那就是这个666吧 这种颜色啊 666 666啊 好 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是不是底部边框就做好了 好 做好了啊 好 做好之后 接着的话 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呢 写这个什么 文字的 它的什么 它的这个样式 是吧 首先这个文字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相对于这个整体的什么呢 是垂直居中的吧 应该属于说垂直居中的啊 好 那么文字的这个我们先把它的这个什么呢 整体的这个啊 这个文字的这个东西先设一下啊 好 那么它是20像素 然后是亚黑 然后是什么呢 333吧 这是它的颜色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分开写吧 先分开写啊 Font Size是什么呢 20px吧 20px啊 然后的话是 这个Color是吧 Color是什么呢 Color Color是什么呢 警号333吧 是吧 好 然后是再来一个什么呢 Font Family吧 是吧 Font Family啊 是未然亚黑吧 未然亚黑啊 是Microsoft 是吧 亚黑 是不是这样的 Microsoft亚黑啊 好 好 那么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基本的这个文字的这个 这个先做出来 是吧 文字先做出来 那么我们这个文字好像是怎么样 好像不是加粗的吧 是吧 没有加粗吧 是吧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是用H3 它本身就是加粗的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要做的这种效果怎么样 把加粗的取消吧 好 取消的话我们怎么样 拿一个Font Weight 给它设置一个什么 Lombo吧 那么它就不加粗了 是吧 不加粗了啊 好 不加粗了 刷新一下 那么就不加粗啊 好 接着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怎么做这个垂直居中啊 垂直居中的话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什么呢 就用这个Pedding来做 是吧 我们暂时可能只能想到Pedding吧 因为刚刚我们学到核子模型吧 Pedding是不是可以把它挤下来啊 啊 挤下来啊 就是说可以设置这个文字距离这个边框的距离吧 是吧 好 那么给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文字的高度是20啊 是吧 整体的这个是50 是不是这样的 里面的高度啊 我说里面高度是50啊 那么上下垂直居中 然后的话 这个50减20的话就是30是吧 那么上面的这个距离应该是15啊 是不是这样的 啊 15啊 15的话那么我来设一个什么呢 上面的 是吧 上面那么我们设一个Pedding Top 是不是 是不是15啊 15PX啊 好 那么我设了一个15PX之后怎么样 它是不是可以什么 下来一点呢 啊 好 我刷新一下啊 那么它是不是下来了 下来之后 但是因为Pedding等于15之后怎么样 这个Pedding是不是会加到这个盒子的尺寸上面去啊 所以说的话 这个盒子又变高了吧 啊 我现在要控制它的高度怎么样 需要怎么样 把这个高度给它 把刚才的15减掉吧 减掉才能保证它是50吧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怎么样呢 需要什么呢 这个地方减个15吧 减个15 想说是35 是不是这样的 35啊 好 35的话呢 我来刷新一下啊 那么是不是这样子呢 好像还是不准吧 是不是这样的 不准啊 好 这个不准的话 那么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东西在里面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这个文字实际上怎么样 它默认的有什么 有寒高啊 寒高啊 这个地方可能是没跟大家说啊 就是 有寒高的话 我们说寒高怎么样 它什么 它实际上是怎么 就是相当于是在这个文字的上下间距吧 现在是在上下间距啊 寒高再加上我们的15的话 就导致它下来了 明白没有 因为它上面本身有一点点寒高啊 默认有寒高 然后导致它下来了啊 导致它下来了啊 如果我们想严格控制的话 怎么样呢 我们把它的寒高怎么样 设得跟它的字一样高啊 这个时候它上下就没有寒高了啊 上下就没有间距了啊 怎么意思呢 它文字的高度是不是20啊 文字的高度是20啊 这个峰的上下就是指的文字的高度啊 文字的宽和高啊 是20啊 那么的话我再设一下它的寒高 Line Height啊 也给它一个20px 啊 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控制它 寒高 不会在它的上下产生间距 明白没有 好 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 再来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差不多就可以了啊 是吧 就是上下的这个什么 垂直居中了吧 好 接着的话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垂直居中是做好了 那么还有什么呢 左边有点点距离吧 左边这个距离我们没有什么呢 是不是没有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标出来啊 我们大概估一下这个是20吧 是吧 估一下啊 20啊 好 这个相当于是什么 没有没有标出来啊 那么有的有的同学会问呢 以后没有标出来怎么办呢 我们以后是什么 用佛多秀夫来量啊 自己可以精确的量 它有多多宽多高啊 是这样子的啊 那么暂时呢 我们就估一下 假设这个地方是20是吧 那么的话我们可以写什么呢 写一个padding什么呢 用padding left吧 padding left啊 来一个20px啊 20px啊怎么样 是不是把它怎么样 往右边挤了 20啊 啊 往右边挤了20啊 好 那么大家注意了 我给了padding left 20之后 这个整体的宽度是不是会变呢 来看一下啊 好 我刷新一下 这个宽度是不是变多了 看见没有 是吧 宽度变多之后的话 那么怎么样 这个什么 这个还得什么减吧 要保证它是400吧 是吧 那么我们在宽度上面再减个什么呢 20吧 20啊 那么就是380 那么就是380 是不这样的啊 这样子就做出来了啊 好 我再来刷新一下 是吧 这个是不是怎么样 是不是要做出来了啊 大家觉得这样做是不是很麻烦的 是吧 太麻烦了吗 是吧 这个算来算去的啊 是吧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我们可不可以避开这些东西呢 是吧 我们避开加什么呢 加什么padding 是不是这样子可以啊 我们如果可以避开加padding 是不是可以更快一点呢 不用算的吧 是吧 不用算啊 那么实际上呢 这种东西实际上有更好的方法啊 更好的方法 我们来做一下啊 更好的方法 直接告诉大家啊 那么更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啊 我再来做一个啊 比如说我这里再来一个啊 就拿一个news title news title02啊 假设这是2吧 第二个是吧 好 我们用更好的方法来做啊 更好的方法 实际上大家已经学了 实际上不知道它的技巧啊 已经学了啊 同样的这个怎么呢 我们把这前面的 这几个还是一样的啊 这几个还是一样的啊 前面这几个还是一样的 这几个没变是吧 这个是2啊 好 把它换一下行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吧 这个新闻标题 2是吧 2的话 那么这个 呃 宽额高不变啊 这是400啊 400 然后这个是50是吧 50啊 这个不用算啊 好 这个的话 那么就是这样子的是吧 这样子的吧 好 那么主要是这个文字 我现在要摆到这个位置 就是比较麻烦 要算来算去的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 如何不算 是吧 不算的话 那么怎么样呢 呃 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啊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什么呢 设成这个hide值就行了 明白没有 甚至hide值啊 含高设置为50px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就可以让这个文字垂直去中 明白没有 这是它的一个技巧啊 含高的一个技巧啊 含高就类似于在文字上下加间距啊 那么设多少呢 就把含高设置为这个内容的高度就可以了 啊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就可以什么 让它的什么 这个 是不是垂直去中呢 啊 直接就垂直去中了 就不用算了吧 因为我们没加padding嘛 没加padding就不会 盒子的尺寸就不会变 明白没有 啊 用其他的方法啊 好 这个没有 加速的没有取消 是吧 好 这个再写一下啊 Don't wait 是吧 Lomer吧 Lomer啊 Lomer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啊 好 接着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还有一个是吧 还有一个是靠什么呢 靠右一点 是不是这样的啊 靠右一点的话 我用padding值又要算是吧 那我不用padding值可以用什么 我们前面学过了啊 前面学过 大家想一下可以用什么 前面学过的有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有一个守皇说尽呢 啊 守皇说尽这是不是一行啊 是吧 相当于也是第一行啊 第一行的话可以什么呢 用守皇说尽吧 把它说进来 是不是就可以了 说了那个东西也不是padding 所以说它也不会夹到盒子上 是吧 然后我们用守皇说尽是什么呢 text是什么呢 indent吧 textindent是什么 给它一个20px 这就可以了 20px啊 好 那么这么写完之后怎么样 这个时候怎么样 好 再来刷新一下啊 这个是不是可以了啊 是不是啊 这个就比较好做了 是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实际开发中常用的技巧啊 实际开发中的技巧就是什么呢 如果说想一个 让一个文字是吧 垂直去中的话 一行文字啊 不是多行文字 想让一行文字垂直去中的话 我们直接用什么 行高就可以了啊 然后是守皇的这个什么呢 空格的话 我们怎么样 用守皇说尽啊 那么这两句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省据我们计算的吧 好 这个是就是实际开发中的用的技巧啊 好 这个是关于这个啊 关于这个啊 这个例子啊 好 关于这个例子